- 歡迎回到 AI NEWS 今天的第二條新聞 有一張史詩集的照片出現在我們的時代 就是川普的入獄大頭照 開始之前請各位去我們的Coffee 親自的來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我們需要各位的支持 我們需要各位跟我們一起成長 現在我們真的是處於一個非常難以置信的情況 我們的聯邦政府還有很多民主黨掌控這些 在上掌權者已經沒有任何的法律概念了 他們認為他們就是法律 他們認為他們就是神 美國的憲法被丟在地上燃燒當中 很多這些檢察官原本應該是要依照法律的形式 但是他們選擇了加入政治 而且加入了左派陣營 不管是紐約的Alvin Bragg 喬治亞洲的那個Fanny Willis 還有DC的這個Jack Smith 這些人都為了民主黨的權力衝昏了頭 川普現在是總統候選人 川普是最有可能的共和黨提名人 不管他之後是不是在監獄 他就是會參加美國的總統大選 這個就是事實 前幾天我們的影片在下面有一個人留言說 川普犯法當然要被起訴啊 不然咧 我們這些川普信徒不要再傳播錯誤的消息了 然後扯了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 但是川普幾次被起訴 都被證明是無罪啊 什麼通俄門 通污門 最後都被證明就是川普是無罪的 然後其實是民主黨在搞的 各位可以看他這個新聞 莫斯科的前市長的老婆 The Widows 寡婦 給了Hunter Biden 350萬 為什麼沒有人在查 對不對 還有這個 Joe Biden使用假名 Robert Peters OK 洩漏國家機密 OK He's the big guy 怎麼不起訴 司法部在哪裡 FBI在哪裡 OK 希拉蕊洗硬碟的案件 怎麼不起訴 現在在川普身上發生的事情 就是政治迫害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張照片 全部都是警察監獄裡面的大頭照 裡面都是律師 還有牧師 還有共和黨的一些高層 其中這一張 川普的大頭照 將會是世界流傳最廣的一張照片 一個自由之地 勇者之家崩潰的證明 而且我必須說 美國真的回不去了 凱撒當時率領了整個羅馬的軍隊 跨過了盧比孔河 他說了一句話 Elea Iacta Est The die is cast 中文翻譯是大局已定 或是募已成舟 現在美國跟當時一樣 跟那個時候一樣 募已成舟 美國有一半以上的人 不會相信自己的政府 如果共和黨執政的話 會有一半的人民不符 如果民主黨執政的話 也會有一半的人民不符 美國的分裂從這一張川普遭逮捕的照片 已經開始了 已成定局了 我們要了解的是 美國並不是一個多麼特別的國家 會跟所有世界上 歷史上的政權一樣 有一天會衰敗 有一天會毀滅 這個是歷史的定律 因為我覺得我認為我會抗議 的權利的美國 就像我曾經這麼多次 當美國的法律 人們喜歡說我會不同 我同樣的 同樣的 Rudi Giuliani 拖下了 Ma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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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来到你 当政治的风向移动, 他们永远都会 让我们愿意 让我们愿意 更诚实,更信心 更多美国人 这些人在这些政府 因为如果我们的政府 是这样做的 和我们的政治 是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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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政治 你的樓盖 和你的孩子 Donald Trump告诉你 他说的非常严重 而且是个非常强烈的讯息 特别是当他说到 他们正在摧毁我当律师的权利 也在摧毁川普有法律顾问的权利 川普整个律师团全部都被起诉 每个国家挑战选举结果 其实都是合法的 美国也绝对是 我们可以要求要验票 可以要求重计 要求调查 这些全部都是合法的 但是现在却被冠上阴谋论 阴谋罪 而且逮捕律师 美国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 犯罪到处都是 严重犯罪也到处都是 2020年的5月31号 暴徒冲到白宫门口 可以拆掉防护墙 破坏公务 川普被送到白宫地下的防空洞 这些坏人冲进白宫的这些人 没有进去 就在外面破坏公务 这些人都没事 当坏人做坏事的时候 就是要被起诉 就是要被抓起来 就是要关监狱 通常这些罪犯犯的罪都非常的明显 比如说某某某某用刀子捅了谁谁谁 某某某抢了某某的银行 现在我们国家花了大量的资源 史上最高的律师费来攻击川普 照道理讲你应该会认为说 川普应该是做了什么 史上罪不能被原谅的罪 对不对 那请问川普的罪名是什么 就是他合法的挑战了一个选举的结果 他使用宪法赋予的权利 他的律师建议的方式 他能力范围之内去挑战选举结果 这跟台湾当时陈水扁被捕很不一样 陈水扁他是被抓到贪污 他老婆贪污 他的儿子还是法院认证的嫖妓 但是川普的罪名是 合法的挑战选举 调查选举 简单说现在的左派 他们想要证明的一件事 就是他们想要传达的一个讯息就是 我们认证的选举 我们认定的结果 是不容许被挑战的 这个就是我们最神圣的民族 你敢挑战的话 你就进监狱 就算你是美国总统也一样 我们可以修改法律 我们可以制定善恶 这已经是完全没办法被接受的了 现在美国的政府就跟中国共产党一样 就跟德国纳粹一样 没有人可以批评 没有人可以跟政府唱反调 川普现在已经被放出来了 保释金也付了 但是某层面上 我认为他应该要待在监狱里 某层面上我认为说他们应该要 我认为川普应该要玩这些民主党在玩的游戏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当时2020年的5月31号 川普没有派出警察 没有阻止那些暴徒 让那些人冲进白宫的话 跟1月6号一样让他们冲进去的话 现在我们可以有多好的理由 把这些暴徒关在监狱里 以下是Dan Fangino 对于川普应该要待在监狱里的说法 folks, I don't think the Trump team should post the bond I don't this may sound like a crazy idea but folks, we're living in crazy times and crazy times require different crazy bold approaches Fannie Willis wants to be a smart-ass tyrant little socialist communist like she is down in Fulton County, Georgia don't post don't post the bond you're going to jail them let's elect our first political prisoner go ahead go to jail let the Secret Service shut the entire jail down and we'll see how long you're willing to keep this charade going let them put them in jail for a bit folks, I know it sounds crazy let the Secret Service shut that entire floor down because remember, Title 18 U.S.C. 3056 and I believe 1752 the Secret Service has the absolute federal authority the Supremacy Clause they can declare anything a federally protected area even a prison cell they can clear out that entire wing of the prison and make sure Donald Trump never sees another human being in that prison other than the Secret Service I wouldn't post you may think it's a crazy idea I don't think so folks, you've see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ake a stand like this and it's easy for me to say I get it I wouldn't be the one in a prison cell but you want to send a message let's see let's see what happens we should hold protests outside of that prison cell every single day don't post don't post the bond make them put you in jail and make them show America their asses and show America who they really are and let's see how long this lasts folks I think the F around and find out the time is long since passed yeah,某層面上 我是非常非常认同他的讲法的 那他要被关监狱的地方 乔治亚州的Falton County 是全美数一数二 治安非常非常糟糕的地方 为什么会这么烂 或许就是因为 那边的检察官的D.A. 把资源都花在这样的事情上面 攻击家庭 攻击企业 攻击政治对手上面 美国现在的司法系统 是非常腐败的 非常恶心的 就跟Dan Bongino说的一样 观观看啊 把川普关进去啊 会花更多钱 会花更多资源 而且川普做的事情是合法的 也就表示说 这个检察官的起诉 是完全错误 完全邪恶 没有任何道德的政令 他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美国的保守派 动怒 然后起来做什么傻事 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阻止选举 让他们继续掌权的方法 他们真的没有任何招数了 他们绞尽脑汁的想要激怒你 把你关监狱 然后让你闭嘴 夺走你的人权 把你关在家里 OK 逼你戴口罩 逼你打疫苗 关闭你的公司 洗脑你的小孩 他们想要我们受不了这些压力 然后去做一些傻事 让我们也跨过努比恐吓 这个样子 他们就可以合理的暗杀我们 这个不是我无松生有在吓人 或者是怎样 很多左派的人希望川普死掉 或者是被暗杀 以下是MSNBC当天的新闻片段 有看过这么恶心的一个女的吗 OK 她控制不了自己 OK 自己在那边笑 OK 她非常开心 非常的兴奋 开心的说 诶 监狱里面有人被刀捅死哦 然后在那边幻想这样的事情 会发生在美国的前总统身上 我们常讨论这些自由派虚假 跟丧心病狂的心态 刚刚这个片段 这个女的嘴脸 排名前几名 他们每天在节目上面说 虚假的说什么 哎呀 在乎囚犯啊 在乎犯人啊 在乎无辜的人啊 然后现在在这边笑 叫着说 监狱里面的人会不会捅死 太棒了 OK 至少捅到川普 真的是太恶心了 接下来他们就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报导川普会死在监狱里 之后 川普就被保释放出来的 以下是他们的反应 那些人的反应 人们的死亡 就是被扣除了 而是被扣除了 with a mere style of julia good to go red so what words can be monitoring his regard to get to know if i'm disagreeing right you can begin to understand how some people they don't have an exposure to the system of the people because of the their kobe live in and certain things like they are exposed to it a lot knows lights that are there which it was not the sort of thing that you usually see on an airport airport tarmac we did think that this is a possibility tonight we didn't know for sure that it was going to happen but it looks like trump may decide to make public remarks before he gets back on his big private plane and flies back to new jersey if he does that we're not going to take those remarks live but we will cover them for their newsworthiness as we've said in the past there is a cost to us as a news organization of knowingly broadcasting untrue things and given his previous remarks on the subject that we are almost sure he will speak on we will not carry those remarks live and you can be mad at us about it we can take it we're big but we'll cover it for newsworthiness and we'll turn it around and let you know what he says after he has made those remarks 他们这边说得非常清楚 我们不会播前总统说话的内容 为了保护你 我们不播虚假的东西 你可以恨我们 但是we are big enough 我们已经够庞大了 我们根本不用在乎你 OK 你恨我们 so 基本上他们就在说就是言论自由算什么 新闻自由算什么 出版自由算什么 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总之 他们是非常邪恶的 我们要知道就是他们现在就是要来激怒我们 他们要我们感到生气 愤怒 不公平 他们想要我们做出很糟糕的事情 这个样子他们就有理由来攻击我们 圣经上面说我们要灵巧像蛇 我们要slow to anger 不轻易发怒这点我很难做到 我们要怎么样跟大卫一样扫罗都站在面前 只要过去一刀就可以终结我们敌人的时候 我们就算只割下他的衣衣角 我们也要虚心的认罪悔改 我们也要知道人的生命是属于神的 最终的审判也是属于神的 所以今天请各位帮我们祷告 不要中敌人的计谋 当敌人嚣张的咆哮的时候 我们更是要谦卑自己活出神的荣耀 而且祷告不要有人做出傻事被敌人利用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